代表人民行动党捍卫蔡挫港集选区的团队 由卫生部长严金勇领军 他发表演说时指出 蔡挫港区不只是一个市政 而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过去五年携手达成了很多事情 未来五年也将有很多令人期待的发展项目 包括玉郎区域县、新的小贩中心等 人民行动党的对手是新加坡前进党 成员由阮建平、陈明华博士、崔明轩和阿普·都勒·拉赫曼 团队指出行动党上届大选赢得了近七成选票 但过后生活成本上涨 收入不平等扩大等民生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医疗费用和房价居高不下 和人民还是没有足够的储蓄退休 行动党在险前所做的承诺都被抛诸脑后 赋予行动党绝对的权利 也不会保证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 能有更出色的表现